财富的逻辑正在改变 两年前 两则新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一是深圳作为中国最有活力的地方 出现了商铺和写字间空置率不断上升 租金不断下降的现象 二是李子柒成为热门网红 年赚上亿元 商铺冷清 自然与宏观经济下行有关系 但也与我们处在新技术变革前夜有很大关系 移动互联网家家智能机器人的时代 正在走来 它正在并且必将深刻变革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 工业革命前 普遍的形态是各家各户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这被叫做小农经济 工业革命让我们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代 谁有能力组织大规模生产 谁就能拥抱巨额财富 试想想要想成为富人 总要办个工厂 开个商店 建个学校 雇佣几个人才有可能 而个人要生存 就必须依附于组织 于是 我们见到了像富士康这样 雇佣几十万人的超级工厂 人们刚刚走出小农经济 适应了大规模生产 还不曾停歇脚步 又要被机器人取代了 我们对机器生产早已见多不怪 难道这机器人和机器 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是的 这机器更多的是人 而不是机器 它有智慧 叫做智能机器人 马克思曾说 机器会替代人 机器当然不会替代人 所以工业革命以来 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 相伴随的 是就业总人数的不断上升 但是 人会替代人 机器人的确会替代人 过去 我们认为标准化的工业生产 可以被机器替代 非标准化的服务业 还得依靠人 我们认为 机器可以生产精密的汽车 飞机 但搞不了家务 买不来菜 做不了饭 然而 今天不止在资本密集的美国 德国出现了无人工厂 在劳动密集的中国 也出现了无人餐厅 今天 机器人一个小时 就能干完一个人一天 甚至几天的记账工作 而且还不出错 非标准化的服务业 机器人也比人干得好 就连蛋白结构解析 这样科技前沿的事 人工智能也比科学家干得好 那么 人能干什么 为此 应该做好哪些人力资本储备呢 物质生产的事 基本上交给智能机器人 人能做的 一是科技发明 二是在无人工厂生产的产品和 消费者之间建立起工需的桥梁 也就是生产流量 三是体育 休闲 娱乐 回过头来再说爆红的李子柒 有人说 李子柒是人为运作的产物 并不代表农村的真实生产生活 因为 现代人不可能那样生产 这个批评对不对 当然不对 说这话的人 没有看懂新时代的财富逻辑 在这个互联网 加加智能机器人的时代 没人通过传统方式生产物质产品 去赚钱 李子柒用桃花酿酒 也许一滴酒也没有酿出来 但这不重要 她要的只是这样一个过程 叫表演也行 李子柒生产的不是产品 而是流量 赚的不是产品的钱 而是流量的钱 曾经 上海的淮海路 车水马龙 人满为患 如今 人烟稀少 惨淡经营 这并不完全是经济下滑的缘故 同样与互联网加智能机器人时代 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变有很大的关系 说白了 商场只是提供了一个 供需双方约会的场所 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一个up就替代了商场的主要功能 试问 是做up的成本高 还是做线下商场的成本高 更关键的是 线上up可以让每一个有才华的人为之导流 可线下的商场能做得到吗 曾经 如果没有固定场所 我们无法想象怎么办学 可是未来 利用虚拟现实 即使我们身处天涯海角 也可如身临其境 于老师 同学交流学习 曾经 不上医院就无法看病 可是未来 在家里就能接受远程诊疗 曾经 可以通过网络购买食品 电器 但是无法购买完全合适的衣服 鞋子 而未来 可以通过网络在家里试穿衣服 那么商店还有什么价值 未来 商铺还将大幅度贬值 深圳的商铺空置率上升 租金下降只是开始 未来 大量的商贸公司将消失 带之而起的是各种网上平台 以及自带流量的各种网红 一个时代黯然落下 另一个时代冉冉升起 工业革命后 靠传统商贸公司发财的模式 绝大多数都会成为明日黄花 李子柒已经用自身实践告诉我们 什么才是新的商业之道 与此过程相伴随的是 文凭将大幅贬值 文凭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发送功能 比如 企业要招很多人 可是老板并不了解每个人 怎么选择呢 他可以看文凭 一个人能够考上大学 顺利毕业 至少说明智力不差 但未来机器人替代人 自由职业者代之而起 文凭的价值自然就下降了 过去 如果一个人偏科 总成绩就很难高 就不容易通过他人的考核评价 木桶的容量不是取决于长板的长度 而是取决于短板的长度 这被叫做木桶原理 未来 自己给自己打工 个人只需把自己的强项做到极致 木桶原理将不再成立 这将是一个个性张扬 物质和精神产品极大丰富的世界 李子柒把农业干得美轮美奂 如桃花园般 于是可以成大名 挣大钱 抖音上 把切菜 炒菜完成魔术的几位姑娘小伙 其带货和广告收入肯定超过7主页收入 未来需要人展示的是自身独特的才艺 这个才艺只适用于生产流量 为其如此 被大机器工业淘汰的各种传统技能技艺 必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将农ać出了吗? 等下